词 编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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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讲一下那个嘉欣讲师所讲的话 他进到里面 他到了嘉心的堂去洪华 嘉心师姐的堂去洪华 那么有一个就是 供养他住五星级饭店的人 带他进去饭店里面 那门打开 突然间掉下一个珠珠 那个供养叉叉住五星级饭店的那位金主 就把珠珠要扫掉 叉叉就讲说慢点 这是珠珠啊 是你前世的哥哥 他在这里已经等你很久了 那么那个金主听了这句话 有想到一个问题 这个人啊 我这个人都不知道 蜘蛛是我前世的哥哥 可见这只蜘蛛的修行比我还好 他都知道我是前世他的弟弟 那这只珠珠 他有知会 能够知道 进来了这个就是他前世的弟弟吗 有他的知会 他只是一只珠珠 他修行的能力超过人 而且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他前世的弟弟 当初的时候这个人就想到这个问题 觉得 我不如蜘蛛 对啊 你自己想想 人都不知道这只珠珠 是他前世的哥哥 他既然知道 跟蜘蛛跟他讲 我是他前世的 哥哥 那一个人就是他的弟弟 请问 蜘蛛有那么大的神通 知道这个人 就是他前世的弟弟 所以我最近画了一幅画 画了一只蜘蛛 画了一只鸭子 这个鸭子要吃蜘蛛 我在旁边写几个字 蜘蛛说 你不要吃我 因为我是你前世的妈妈 我画了一幅画 真的 看过画了几首 来 毕宴 远如 还有几个上师 都看过那一幅画 可不可笑啊 这个用一点脑筋 就可以想出来 蜘蛛的修行 有那么好吗 这个蜘蛛 是他前世的哥哥 他都认得他的弟弟 结果当弟弟了 认不出哥哥 当然那蜘蛛怎么会认得 但是蜘蛛可以认出这个人 是我前世的弟弟 那个蜘蛛的修行多高啊 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这个当中就是有问题存在 有问题存在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 要合理的去解释这些事情 合理的 非常合理的去做这种事情 都会认出这种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